今天的讲到经文记载在 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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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取亲的宴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们的盟主 也被请去布什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她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母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到 她母亲被用了说 她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到犹太人决定的会议题 有六口十缸摆在那里 每一口可以剩两三桶水 耶稣被用了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 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烟熙的 他们就送了去 管烟熙的 尝了那水边的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是咬水的用人知道 管延熙的变角星岸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摆上赤人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了 他的蒙主就信他了 圣经就念到这里 因为我们很高兴有许 谈到在我们中间 今天就请他来讲到 他的节目是就用尽了 谢谢 向牧师 师母 师长各位准的长辈 医生节的助理听啊 感谢与穆斯坦牌 让我们机会到这里 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一起来思考 说些什么话 我叫许诗义来自荣文堂 荣文堂是在Nox地区 就是中边稍微靠南 一点地方 我们距离这里 有一段的路程 我这里代表荣文堂弟兄姐妹 向大家请来问候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先为我们感谢 居住我们 我们的现实上 我们感谢与穆斯坦 主啊 圣灵们 所以答应一向一切 这都是奉考主基督圣的提前 在许多地方的隐私都发言 酒呢 几乎成为主 不能剥缺的必须点 在2002年 我被派去国内的家 中华国资质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从新加坡 飞往上海 当时有两位公司 董事陪我同事 在从上海去浙江的路上 我董事就提醒我这件事情 他有做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呢 就是要不要喝酒 因为他告诉我 以后我会有很多应酬 而且在这个地方呢 喝酒是喝得很凶的 假如我决定不喝酒的话呢 那我就必须坚持 不管在什么场合 不管是劝酒都不能喝 不能说有时喝有时不喝 那要喝醉了 因为你拒绝了 就是不给了面 当时我要是决定喝了 那就不管在什么场合 不管谁劝酒都要喝 不然我以为得罪了 第二天呢 代表中国投资商副总 就请我们吃午餐 他对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酒量是感量 酒风是做风 我听了他的话 我就决定喝了 所以以后我站在工作 几年时间 我把我这一辈子 能喝的酒都喝了 那酒是很重要的名气 半喜事要酒 半善事也要酒 谈生意更要求 在那边谈生意 很多时候是在半桌上 酒来酒去的时候谈生 而不是在公司的办公室里谈生 那酒呢 怎样 它的确是能够使我们放开 让我们的心情放松 让我们能够各人为各人的教育 那酒呢 如果活了也能助兴 使我们的心情欢愈 那酒对犹太人的员 也是很重要 那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 就记载了一场的婚宴 犹太人的婚宴 跟我们华人的婚宴不一样 我们这场婚宴 通常几个小时就结束了 但是他们的婚宴 通常要七天的时间 在这期间呢 请我们自由来去 吞这一对的心灵 在这一场婚宴上呢 就发生一些很尴尬的事情 因为当大家喝得兴高采烈的时候 发现酒没了 这对半喜事的家庭来说 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2000年前在一个落后的小村庄 你临时要去买酒的时候 非常不容易了 甚至这个半喜事的家庭 早早都要自己酿酒 预备酒 当然我们不知道在当时 罗马帝国统治之下 酿酒需要不下执照 是是酿酒违不违法 当时我们可以肯定的知道一件事情 像加拿这样的地方 酒不会像在莫本市 到处都是卖酒的 所以临时没有酒 后果很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以后在村里 在亲友之间可能会一直流传 这一件很故随的事情 很没面子的事情 在这场过程上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她不像是去喝喜酒的 她更像是去帮忙的 但酒没有了的时候 她就开始吩咐用了 在安排一些事情 当酒用进了 玛利亚便去找耶稣 母亲跟孩子之间就开始了一场 这样耐用虚无的对话 玛利亚找耶稣的时候 只说一句很简短的话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的回答也怪 只有两句话 妇人我和你有什么相当 我的死后还没到 玛利亚没有直接回应耶稣的话 反而直接吩咐用人说 她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母亲的孩子的话 就好像两个人在参加五十五三 但是彼此都不接招 各自恐怖自己 为什么 玛利亚只对耶稣说了一句 那么简单的话呢 他们没有酒了 我们可以说 玛利亚她是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因为这样一开始天使就告诉她 所以她知道说耶稣能够行什么事情 要不然她就不会跟吩咐那些用人说 她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耶稣呢是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 在当时呢是在 楚江那种社会低层阶级的 所以在没有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 耶稣不可能逃出一笔钱来去买酒 她就是能逃出这笔钱来 她也未必能买到酒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耶稣的父亲约瑟应该已经不在了 因为我们看圣经 除了记载了天使跟约瑟对话的那个片段之外 暂也没有记载 一直到了耶稣被金石家要逛去之前 把自己的母亲委托给约翰照顾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那个时候 可能马利亚就已经是一个宝货了 所以以一个这样的家庭 他们的经济情况 肯定是非常非常平常 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推想 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是差不多30岁了 那么在那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应该见过 耶稣行的一些神迹 过去一些超智能的事情 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 虽然在11节里面 记载说这是耶稣行的头件神迹 其实我认为这应该说是耶稣被记载的头件神迹 或者是能否看见的第一件神迹 而严格来说还不算是第一件神迹 为什么 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 耶稣曾经吩咐 以得把床开到主圣之处下往打鱼 后来鱼就装满了两条床 当然这个神迹不像什么 不像水灭头 那个神迹那么的明显 那么的震撼人心 那耶稣回答他的母亲的时候 就两句话 一句话 不然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们认为这是什么意思 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不然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 是我们的感觉是 点上不尊重讲 但是在他们以色列吸过来的模范 是一种礼貌的称呼 没有任何的点音 那我们不要忽略这件事情 我们不要忽略这件事情就是 玛利亚知道耶稣是谁 他知道耶稣的能力 当他以人的身份 或者以肉身母亲的身份来吩咐 是人也是神耶稣 做一件能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 他是预约了自己的身份 也就是说 是人在吩咐神做一件事情 以把水变成酒 或者用超自然的方式 来解决没有主的问题 这不是人能够做到的 只有神能够做到 当玛利亚吩咐耶稣 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侵犯上帝的主权 玛利亚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 说了不该说的话 所以耶稣告诉他 不然我与你没有什么相关 耶稣又说了另外一句话 我在死后还没到 这又指什么呢 在马太马可归里面有记者 当耶稣出来传道 他常常给人医病感鬼 而每一次他都会对那些 对治疗好的人说一句话 不要到处去睡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知道很多人 会因他的神迹 有了这样错误的盼望 期盼 这是有证据的 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里面 讲说 耶稣既知道 众人要来强劈他做完 就独自就退到上上去 那么这些人群众为什么要逼耶稣做完呢 因为当他们看 当他们看见了耶稣的大额 首先神迹 他们就想起 纪念圣经里面 曾经应许 以色列人将来有位米撒亚降临到拯救他们 他们就把耶稣 怎样 当作是那位能够带领他们 推翻罗马帝国政权的米撒亚 他们并不知道耶稣来 并不是要做个政治领袖 军事领袖 推翻罗马政权 而是要完成 上一的 就是净属四人节 当耶稣行了五顶二一的神经的时候 有一半人在找耶稣 那耶稣对他们说了什么呢 耶稣说 我实时在这样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因为是因见神经 乃是因吃你何法 所以这些群众是把耶稣 当作是能够带领他们 怎样脱离罗马政权 或且是能够照顾 他们生活需要的救世主 他们并不知道说 耶稣来到世上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耶稣出来传道 有他自己的步骤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该透露自己身份 他都有他的时间 而且是按照神的时间 神的计划来进行 耶稣并不希望说 自己的计划 被马利亚的干预 受到影响 被打忘 所以耶稣说 我的死后还没到 因为时机还没到 不过耶稣还是顺服了 母亲的奉复 他就开始了行动 在圣经里既然 那边有六口石缸 每一口石缸 大概能够装两三桶水 在希腊语文里 这个石缸是叫做 玫瑰糖 然后每一口石缸 大概可以装 39.39公升的水 六口大概是240公升 耶稣就吩咐那些用了怎样 把水倒完石缸 然后就咬出来拿出去接待兵客 而这些用人就 照着耶稣的分布做 我感到很好奇的就是 当耶稣分布这些用人 把水倒的石缸 就拿出来接待兵客的时候 他们头脑也在想什么 他们心里有什么反应 只要是您的话 您会有什么反应 可惜圣经里没有记载 只记载了 这些用人都照着 耶稣的分布做 当管天使的 他们拿过这个酒 他发现这个酒 仅仅比先前还要好 所以他就遮备了他们 为什么先把 差的酒先拿出去 那这是一个 戏剧性的收场 原本是一场的灾难 但是因着耶稣的出席 玛利亚的开心发生 耶稣的出手 他使整个局势安转 使这一场的婚宴能够 继续顺利地进行 兵主救了 我们说人生像一场的梦 有的人说人生像一台性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人生 往往也像这一场的夜戏 当我们的事业成功 声音越做越大的时候 当我们的穷越来越高 世界好像在我们脚下的时候 当我们备受工资中 又步步高升的时候 当我们的家庭幸福美满 孩子健康和爱 夫妻恩爱的时候 当我们感觉人生一切是如此美好的时候 突然间 紧用尖 不幸事情就发生了 也许是健康 出现状态 也许是家人发生意外 家庭发生死亡 也许是声音面对危机 也许是面对别人攻击陷害等等等等 这些起初我们想象的 不到的事情都发生了 而且发生的时候 是在我们遇到不到的时候 在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 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 在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在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紧用尖 事情就发生了 中国有一句老话说 天有不测的共云 能有当时的破坏 人生无常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前途不是我们能够长成的 在我们的教会有位阿姨 七八年前她就到 从国内到了莫尔巴 来了这里之后 就帮助自己的女儿照顾我 孙儿孙女 从哪个幼小的孩子 每天出他们上学 接他们下课 回到家 料理教育等等等等 七八年过去 孙女上了大学 孙儿也进了中学 她告诉我 我终于可以松口气 我终于可以充足时间 做一点我要做的事情 因为这位姐妹呢 是一位送了巴少爷来的 当她在国内的时候 曾经跟一般的巴少爷 很常到国内各个地方去旅游 到世界其他地方 国家去旅游 去旅游去抓拍各种各样的镜头 因为她是上过摄影课程的 所以她的拍摄是有一定的专业水分 我看过她拍照 就真的很经历 她在国内甚至还叫我拍摄影 流到的就是圣灵 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老人家不然间中风了 老人家经过治疗 就慢慢的康复 但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在五月份的时候 老人家突然发现犯了癌症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进进出出医院 没完没了 检查了再检查 为什么 因为医生查不出她的病源 所以医治是她 后来因为住院了 因为身体是一天陷的不死了 情况是一天陷的不好 我常去旅游的时候 有老人家 当我每次跟她交流的时候 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很清楚地可以 她告诉我 她非常的渴望 非常的希望 她能够回复健康 因为她有很多事情想做的 还没救 上个月 一月份的时候 老人家去世 我们未来医生 我们未来医生 安排了医生 当然很多时候 老人家厉害 因为我们医生 这次多次非常熟悉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生命真的不在我们的所处 我们前途也不在我们的所处 雅德书告诉我们什么 这是刚才要给你们看的石干 在以色列的一个陈列馆上的石干 这个是构想的题目 雅德书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的余物 出现丧事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罗愿意 我们就会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今天这一段计划告诉我们 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需要领耶稣 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领耶稣 就像耶稣去参加这场宴席 假如说耶稣没有去的话 没有出席的话 这场宴席的结局 将会完全不灭 我想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个简面见证 这个见证大概分 他生在二十八三十年去 为什么我提个这么久以前的见证呢 因为他见证还在持续着 这位姐妹是一个印尼华侨 住在印尼的年龙 妹党 这里有一位母亲 两位姐姐 家庭的条件非常坚心平坤 父亲呢 酗酒 爱赌坡 爱找女人 还爱家好 汉藏欧打她的女人 在这位姐妹十八个月到时候 有一天她的父亲就突然间 女家出走 从此音讯全无 但也没有回来做 在这姐妹二十岁的这一年 她遇上一个日子到印度尼西亚 她到印尼做生一个新加坡三年 当这位上来看见这位姐妹 就一见钟情 下来求婚 而且告诉这位姐妹 她要把她搬离新加坡 以后她可以过上好日子 你们说这位姐妹会答应吗 你们都笑了 肯定是答应了 为什么 因为她想摆脱那种非常 贴困非常艰苦的一个环境 结婚六个月她怀疑了 第八个月她去了生下坡 当那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医生告诉这位姐妹 她的孩子有十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孩子的心脏有三个口 第二个问题 因为心脏问题 脑部缺氧 所以脑部受粉 第三个问题 这个孩子会是个智障的弱者 第四个问题 这个孩子的说明 不会超过三个月 当这位姐妹听了一声话 简直完全不能接受 几乎就是情形披露 她当时心中在呐喊 若真的有什么 你要告诉我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别人有美好的家庭 最少有父母 有健康的孩子 我什么都没有 孩子满月的时候 她的丈夫就从印尼过来 看望妻子 看望孩子 就在那个时候 她的丈夫告诉这位姐妹 我看我们不能在一起 我不在爱 这位姐妹完全认住了 她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她完全看不出来她们婚姻有什么问题 丈夫就这样离开了 留下没有任何经纪来源的妻子在新加坡 那新加坡她没有亲戚没有朋友 她不会说英语 她不会说华语 她不会说华语 她只会说福建话 我们说的就是米南话 还有印尼话 她等了一个月 丈夫没有回来 打了许多次的电话 没有人接听 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呢 她就冷不住了 她把孩子留在远自己 并能回应来祈祷 当她偷偷回到家走进屋里的时候 她看见另外一个女人躺在她的床上 她的位置被期待 她的心完全不死了 因为她注意明白她被抛弃了 她马上赶回机场 订了回新加坡机票 订了回新加坡机票 因为孩子还在远 就在她等候班街后 这位姐妹就冷不住在那儿的夫妻 因为被丈夫遗弃 被丈夫背叛 了达了非常大的失败 非常痛苦 非常难受 当时有一位女士从她面前经过 这位女士身上 带了一条十字架的项链 她就一直盯着这个十字架 因为她想起以前 幼稚圆老师对学生说的话 只要你呼喊耶稣 你一定会被决 只要你呼喊耶稣 你一定会被决 当时这位姐妹心里就再一次的描 发出一种呼喊 耶稣你要是真神 你要是来带我 带我走下去 再带我走不下去了 回到新加坡之后 她就把孩子借出来 为什么 没钱给孩子制定 后来 接下几天时间 她也不吃也不睡 然后呢 给自己母亲写了一封医书 她打算 出上街去兜一兜 然后回来 要抱着她还怎样 从十四楼跳舞直升 就在那个时候 她出去的时候 电话上 喂 某某人吗 我是某某人 我是卖保险啊 当然这句话是我不赚啊 是因为保险中介 把电话找她 要介绍海工保险的她 所以姐妹告诉她 我们希望买不起 正当她要挂电话的时候 对方叫做她 那你等等 今晚我们教会有个活动 我们有特要的讲员 我可以请你来吗 这位姐妹呢 从来没有去过教会 当时她向对方提了个条件 聚会结束后 只要你把我送去乌节路 那我就去 我在我们当中 假如是洞南要来的 就知道乌节路 可以说是世界知名 所以她非常热闹 也是一个公务人间 特别是在圣坛节 从条件会装饰的 非常非常热闹 对方马上答应她 因为他们聚会的 其实就在乌节路附近 聚会是以方英语的方式来进行 这位姐妹完全听不懂她讲什么 她只感到这样 心跳非常痛苦 非常难受 她只想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聚会进入尾色的时候 牧师通常都会邀请那些需要代表的人到台前了 那牧师就突然间指着在后座的姐妹 邀请了到台前 那通过翻译呢 这位牧师就问这位姐妹 她不认识耶稣是谁 当时就在那一刻 她突然间内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提案 一种她自己说 完全没有办法以言语来形容那种提案 而且那个心突然都疼痛 胸部疼痛 就突然间没有了 她对自己说 假如耶稣基督是这种的提案的话 她一定会接受耶稣基督 她太需要了 那个晚上这位姐妹睡了一个好觉 几天没有睡觉 那个晚上睡了一个好觉 就连她常常睡不好的那个女儿 一觉到天 一二天早上 她从窗口望出去的时候 她突然间感觉世界是如此的美好 孩子的父亲认了没有朋友 她身上认了没有情 她的问题认了还没有解决 但是她的生命也完全有股的力量 她要为自己 为孩子好好地活下去 我的分散就到这里 这位姐妹名叫朱蒂·哈雷 她的间设就这样结束了吗 其实原理不是的 我早上给你分散间设 只不过是她非常感人间设期 一个开始而已 她后面还有很经常很感人的间设 那我为什么要停在这里呢 因为我是想鼓励你们自己上去看 听 叫你们朱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这位姐妹呢 目前住在新加坡 后来叫你一位牧师 她就是一位师母 然后呢 她有自己的一家企业 而且呢 还重新一份崇高的慈善事业 当我们看她的见证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是不过奇妙的带领 让她从一个工厂的所能源 然后成为一家公司的CEO 再后来有自己的企业 而且能够重新一份非常崇高的慈善事业 神怎么还给她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 她那个心脏有三个苦的孩子 后来怎样 另外 发生在她丈夫身上一件奇妙的神经 当我们看到他们的见证之后 我们会发现神的工作 神的 他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男子 我们会紧不住要众长这位 又真又火 十一圣经奇事的时候 假如你看了之后 我会得到感动 得到记忆的话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向你给你道歉 我让他对了你保费的事 所以耶稣能够翻转一切 他能够使整个局势翻转 他能够平静狂风巨浪 使虾瘾重见千人 使贪胖的人重新跳跃更好 使死了的人重新活过来 使绝望的人穷活成生 就好像他改变这位姐妹 就对哈利文面影一样 就像姐妹们 不管我们怎样面对任何的挑战 跟他伤心出国 耶稣能够改变一切 因为在什么地方有耶稣 就在那个地方有他 他能够怎样翻转一切 改变我们的命 耶稣不但能够改变我们的命 而且呢 他也是持永恒生命主 圣经上说 神爱吃人甚至家族生子 赐给他们 而且信他了不知灭亡 反正人生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都不接受我 没有人能够派你去 除他以外 除耶稣以外 也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吃下别的米 我们可以靠着他去 而且他还是一位吃丰盛生命中 有个生命还不够 有丰盛的生命 圣经讲说 道者来 无非是要封切 杀害悟患 我来了 是要教养 得生命 并且得到够丰盛 那在现实的社会里面 无可不认了 我们不会是一方丰盛 我们一定会遭遇各种条件 困难 甚至是困难 那耶稣说什么呢 他是一位 圣过我们的主 我领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吃的不像是人所吃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不要感觉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教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事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既然我们常常有时候 会面对各种生活上 各方面挑战 甚至是困难 那耶稣呢 也是怎样 随时帮助我们的主 在圣经里面叫说 神是我们的异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困难中随时的帮助 我们得帮助 是在乎 借过这天地之耶和王的名 各位朋友 假如你愿意上去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圣灵的主 你的能力 生命将不在意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以为耶稣只是一个开始 并不是结束 这只是前半部 还有很重要的后半部 前半部只是一个路门 后半部才是一个大乘的境界 那后半部是什么呢 后半部就是我们要听从耶稣 就是听从神的话 尊情神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是与神合作同工 只有我们肯定会主动地跟神配合 那听从的话 尊心神的执意 那神的作为 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发生 我们才能亲身去尽力 去体会上帝 祂的态度的其他作物 假如在这场困念上 那些又能不肯跟耶稣配合 不把水到地石干 不把水拿出去的话 那这一场这一间水变酒的神奇 并不会发生 那这一场困念要不要找 很尴尬 很丢面子 很观察的朋友 主耶稣说什么 听见我的话就去醒了 我要告诉你们 祂像什么人 祂像一个带房子 深深地挖地 把根基安在坎石上 到发干水的时候 水冲到房子 房子走不动摇 因为根基立在坎石上 而那些听见不去行的人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 在坎石 没有根基 水一冲 水冲倒塌了 因此那坎石快速地大 神的话告诉我们 凡经会也有话 遵行他报道的人 变为有福 假如我们要想我们生命过得有贪玩有意义 假如我们要想我们生命怎样 是一个很蒙福的生命的话 我们生命里头不但需要有耶稣 而且我们需要怎样 听神的话 遵行神的旨意 讨时过讨时洗衣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耶稣 因为祂是 赐永恒圣明的主 祂也是赐公圣圣明的主 祂也是 怎样 赐永恒圣明的主 随时帮助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的神是时刻与我们同心 不但如此 我们听祂的话 行祂的话 这样我们才能够怎样让 神的大理奇妙作为 让我们身上发生 我们才能够去享受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 摩西说 我们固定的脸水好像一声的叹息 一鼓气 我们的一声就是这样过去 就没有 当我们细想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 就好像我看来其他那位姐妹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生命 珍惜我们能够侍服主的时候 忠心侍服 珍惜我们能够 为主要活的时候 我们怎样 我们好好的把握 珍惜我们能够给别人带来正能量的时候 我们好好的发挥 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我动了心脏落到手术 也就是打桥手术 我在医院全国住了 差不多21天 20天 开始是在 奥州医院 然后离去 省民生医院 省民生医院是比较老的医院 一间病房住四个地了 没有我们过的 都是散开的 当医生跟其中一个病人说话的时候 其实是跟四个病人说话 因为你就能听到一清二楚 我那个病房后来来的一个病人 其实他是一个新西兰医科 他是去英尼的巴尼岛旅游 回程经过磨粉的时候 心脏病发作 自从磨粉 对不起 自从磨粉的技巧 送到医院来的 我从这位病人身上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有个网上 大概是凌晨 那么那个故事过来 把他量体温 然后去测那血压 我也是这样 一个网上 然后一百两次 他们就开始教他 我就发现这位病人呢 一直用非常积极正面的化学 去鼓励这位故事 去怎样 去肯定他的功课 所以我就开始感觉 他们这些谈话 会不会开始在改变 这故事开始有那种感情的互动 而且明显你会知道 他心情比较一块 而且他们开始谈的话题 是比较适应的话题 就不是一般那种 应酬式的那种的教法 第二天早上 当这个故事要下班的时候 他又站了一趟 当他跟这位 病人打招呼的时候 口气明显的不同 就好像看见老朋友 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启发 其实我们需要常常怎样 对于我们身边的化学 什么善业 一个点头 一个微笑 一句问候的话 一句关心的话 或者一个善业动作 也许好可能 我们可以点亮别人一切 也点亮我们自己的一切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对方是处在 怎样一个环境当中 你不知道对方处在 面对一个怎样的处境 这个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只有常常内心里面 也很可能 因着我们一直关心的话 恨业动作的话 一个善业的动作 一个微笑 能够改变对方的心情 改变对方思想 甚至改变对他的某一些 决定 何况呢 我们有基督的爱 在我们的眼里头 我们应该能够做一件更好 因为神祝福赐福给皇亲的话 祝福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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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赐福